本集报道的凯塔 不完的体能 菲尔米诺泪垮了 他还一点是没有 阿利松力保诚实不失 效力红军的生涯 以两场零风起步 给后防巨大的信心 他扑就本特科的头锤 米利沃耶维吉的任意球 看得场边的科洛普挥拳叫好 凯塔最拉风的发挥 是后场彩球转身骗过紧逼的对手 悬而发动一次快攻 交给萨拉赫突入禁区 可惜萨拉赫未能完成射门 他最高效的传球 对象也是萨拉赫 中场直传过顶 落点恰到好处 萨拉赫做了最难的停球 却挑过了球门 尽管在同一区域回传失误 酿成汤森射门中美 燃霞不掩鱼 凯塔的表现可打7.5分 穿着杰拉德昔日的战袍 凯塔和前辈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杰拉德在自传里承认 他代表母会的首秀横球 第一脚是安全球回传 第二脚是传中 就像本轮亚历山大阿诺德的那脚传中 上了看台 因斯狠狠瞪过来 好像要宰了我 凯塔效力力物浦的第一脚 也是交给队友 第二脚则是略秀花婆 右脚拉球 绕过左脚脚跟传给罗伯特森 看台上立刻激动起来 这么快就敢秀 有种 杰拉德的战袍一直无人赶领 其实是没找到合适的一波传人 凯塔加盟时 是 杰拉德回到训练基地 亲手将球衣传给了几内亚人 凯塔等了12个月 才有机会在实战中穿上红军的8号 无巧不成书 凯塔他爹的偶像就是杰拉德 听说儿子转会利物浦 老凯塔说 那一整天 伊斯坦布尔 杰拉德在球员时代 英超仍是力量和速度的天下 他在两个禁区间来回时程 有目射有妙传 电闪雷鸣 轮到凯塔登陆 英超已经换了人间 他最拿手的是迅速将球从一端输送到另一端 虽然本质和杰拉德接近 但他更多的是起疏导的作用 有了凯塔 利物浦的攻防转换速度更快 他是那个让水银无孔不入的操盘手 非要照两代8号的通信 也许就是覆盖的范围和奔跑的距离 克洛普是否喜欢杰拉德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答案 但他喜欢凯塔毫无疑问 上轮击败西汉姆 凯塔已得到点名表扬 克洛普偏爱一专多能之徒 他重用米尔纳 亨德森 张伯伦和维纳尔多姆 以及离对的埃姆雷詹 这些人都能体现他这一审美倾向 过去十年的一流中场都是什么人 克洛普会这么问 伊涅斯塔 哈维 个子不高 但功夫精湛 现在踢中场 你得有能力 在狭小的空间闪转腾挪 你得意识好眼界准 否则球场大的你跑不过来 你还要体能充沛 因为踢中场要求非常苛刻 凯塔符合上述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 利物浩普激活了凯塔的违约金 额外再给点甜头 换来 凯塔迟到12个月 克洛普却认为这笔买卖很值 他这种水平的球员是稀有动物 别的俱乐部都不傻不瞎 我们能这么做成买卖已经很幸运 我们对凯塔究竟有多好没概念 但我们知道他的潜力无限 阿利松的加盟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他开始训练后 发现利物浦用训练杆朗球的方法练门将 吃了一惊 克洛普上任时 利物浦一直是英超定位球师手的大户 这个玩极从贝尼特斯之前到罗杰斯下课后都没有解决 签下范代克指示部分解决了防守定位球部分的问题 而寻找新的训练法又解决了一部分 克洛普让15个人挤在禁区里干扰阿利松街角球 还拿橄榄球的常规装备 防撞电模拟对手冲撞门将 利物浦的平均身高只有1.8米出头 内因超倒数第五倒数第一不用猜 水晶宫的平均身高是1.93米 内因超第三 水晶宫的五次角球只有一次有威胁 既说明巴西国门本身素质一流 又见识克洛普的训练法见效 我们不需要改变阿利松 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他 两名新人绑一块价值1.1亿英镑 仅仅两轮联赛 已经让买家欢喜不已 转自精彩猫林良峰 英超赛事推荐上精彩猫看林良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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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熟